digami digami 你干什麼 正所謂 古有火影跑 有承認跑 看完上集的 馬高斯都是 оф嘴 歡迎大家收看嗎 我是馬高斯 開始這間화� thinks 在 duas Whichever 大家記得去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好情和Like我的MeV 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G 立即開始這支影片 看到我竟然會拍片講Saber 就知道XX多個贊啦 今次這條片的主角就是梅成元泰 想不到他打完外道中之後 去了法國修幸園 再去香港做藝人 最後回到日本 竟然去了做真理之主 很快Saber第36集 蒙面超人所羅門就會登場 是真理之主 用上一集得到的全知全能之書去變身 從現在的劇情發展去推斷 Storius一定暗中盤算著什麼 所以他最終BOSS的機率都挺高 雖然真理之主貌似看起來會被人王爪在後 但是至今Saber裡面的很多大事件 其實幕後黑手都是他 例如最初Luna消失 又是他暗中搞事 命令神代菱花去搞獨班主角 玩了很多集狼人殺也是他 劇場版短片裡面解放人宿的也是他 搞了這麼多屎棍 雖然他未必是最終BOSS 但是這個蒙面超人所羅門 都算是一個重份量的角色 但是為什麼製作組會把它設計成四筆像呢? 細心一點去看就會看到 蒙面超人所羅門 是一個很環保的蒙面超人 他的頭就是Caliber去改色 全身體就是伏魔時王的家臣 斗篷就是海武裏的Prabo 榴槤王海甲的斗篷重用 至於武器方面 就是阿瑟王者聖劍的改色版 你看看別人對家 超人Z的千滅機甲獸 雖然身上很多不同怪獸的特徵 但是至少也有原創的部分 這隻所羅門 頂多就是顏色上面是原創 其實這條影片 馬高斯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好說 就單純地想罵一下這隻所羅門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一起討論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